今天给她做的这个装造是什么样的 这个是一个唐风 因为它这身衣服是一个唐代的盒子裙 它虽然没有出土的文物 但是它是根据那个丹娃圣女图 然后现在的商家进行了一些改良 就更符合现代人审美的一套汉服 高级的唐风是有很大的 脑袋比较高的那种 就脑袋会比较大 盘上去也会特别高 会比较华丽 你现在身上穿的这套大概多少钱 我现在身上这套大概1200了 因为它有一个就是 这边是个镜巾 然后这边是有刺绣 精美的刺绣 然后它这个是一个抹胸 上面也是带有刺绣花的 这个是叫褶裙 就是奋戴的话大家就是以瘦为美 它是这个是直领对金衫 然后里面的这个是一个被子 所以走起度来的话它有一点飘逸的感觉 但是它又比较显瘦 就是宋代的特点 唐超的话它是以磅为美 就是更加富贵更加飘逸 它思想文化更加开放的话 就是像它这样的盒子群 就是更加富贵华丽 然后更加的写的姿态 装造上的配饰的话 我们会用一些就是比如说蝉花和绢花 纯金的发饰它会比较软 不太适合佩戴在头上 它会做一些淫度金的 也非常精美 我看你们会用这个小发包是吧 发包在古时候就已经有在使用 从唐朝开始 就是你看那个蝉花侍女图当中 它们的那个发跡特别高 它其实古人的话 就叫身体发富受之父母 他是不能剪发的 那古人会把自己掉落的头发收集起来 做成一个假发包 就包到自己的真发里面 就会形成唐朝非常高的那个发跡 宋朝的时候也是会这样的 就是他会把头发下面收起来 然后上面呢会做一个发跡 简单的一个发跡 可能是用自己的真发做的 就会简单的做一个就更加精美 是唐风里面比较常见的一个发式 现在它这个造型就算是完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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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